今天我一起用一个网友寄过来的 因非能的逆变器 不在想是过载保护报警 因为它这个标签已经掉了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是输入少伏了 所以说我也不好上电测试了 我们就直接拆机 好机器拆开之后呢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输入电容 是一个345V那样的 它这个逆变器应该是输入345 输入24V的一个软件变器 我们先给它来加个电压试一下 加电压之前我们要测一下 我们用万一表测一下 我先测这个输入 输入短路了 它是不是有电压 输入是有电压 我们放一下电 不会短路 短路的话它就不会有电压了 我们不用测 我们测一下输出吧 输出 输出 输出没有短路啊 说不定这个IP桥洗 可能没有炸 我们直接来上电看它是不是报这个短路啊 开机 果然是报这个故障啊 过载保护 好像输出了一下 这个电压才保护啊 我们测一下看看 我们万一表达到这个交流档 我再来开机 好像不是立马保护 这样不要输出了一个 哦 这个电压肯定异常 输出这么高的电压 258V 好 现在这个里面器的板子已经拆出来了 拆了之后 我们首先用万一表测一下这个电容上面的电压啊 因为刚才通电了啊 还有这个电压 有电压就要放一下电 主要是在大电压上面 还有50V啊 我们用这个灯泡放一下电 好 这个板子呢 我看了一下 有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啊 然后呢 我决定还是重新上下电啊 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前面的直流 我们看这个电压升高 是不是前面电压也升高了 就是说这个母线电压也升高了啊 那我们把线接上 我们找到这个直流档啊 我们测一下这个母线电压 开机 可以测的是370V 正常啊 不高 但是后面的电压输出高呢 那来说明单纯的就是这个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啊 我们要找一下这个 呃 交流反馈电路啊 我们研究一下这个交流反馈电路 它应该是这个反馈电路回去有问题 我们翻完电啊 断开电 我们找一下这个交流的反馈电路在哪里 我们这个反馈电路怎么找呢 呃 其实这里有一个经验啊 其实我们经常修这个空调的电明板的等等一些电路啊 就这种高电压检测电路 它一定什么 一定有大电阻 大阻值的电阻 这是一种的话 第二呢 我们就是顺刮摸腾 我们知道反馈电路怎么反弹 就要把这个220V输出的220V返回去 那么我们顺着这个24V往回找 看它经过了哪些电路 好我们可以用万一表的封明档啊 测量 这个是这个是输出的零线火线啊 我们不管哪个是零线哪个是火线 我们随便找一根去测量 啊 看它到这这这到这里 我们测另外一边到这里 好 我们再把板子翻过来 嗯 刚刚测的是 这里是输出 看到没有 这这一根是输出220V 还有这一根 对说一根零线一根火线啊 然后我们找它 以它相连的这些元件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看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有两个炸电阻啊 我放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用这个 灯光给大家照一下 可能看不见 看到没有啊 那个变压器角落那里啊 这里就是这里啊 这个位置 这两个电阻 而且这两个电阻组织看起来很大 应该是100克或者是200克级别的啊 我们把这两个电阻搞下来测一下看 这边都两个两个都敲起来啊 敲了一个脚起来了 我们用万元表啊 万元表用600K的啊 他这个应该不会过600K 这其中的一个 啊 这个是100K很准 另外一个 哎 另外一个就开中了啊 这应该是问题就找到了啊 好 我们把测一下测下来测一下 就是上面这个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组织应该是多大 这个这个射环 像这种组织他五环五环呢 他这个看起来 这不是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 分两边读一下啊 假如这个是 是从这边读的话 那么这个电阻就是13K 那么如果从这边读的话就是 2203 就是220K 那么这个电阻就应该是220K啊 我们根据经验 因为这种他不可能出现这么小的电阻 只有13K 第二锅呢 我们现在很少碰到啊 这种有这种这个 13K的电阻啊 那么我们现在找一个220克的电阻啊 给它换上去 我们先测量一下 把线拆下来还测量一下 220K 看到没有啊 已经完全开录了 开录了啊 表现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找个220K的电阻给它换一下 这个对比一下啊 一模一样的啊 我们从右边往左边躲 一模一样的 我们给它换上去 啊 这个电阻已经换好了啊 我们现在转过来 直接 直接上电啊 上电测试 应该90%的把握应该是修好了啊 它应该一个机器不 它这也不是二球机啊 它不应该有这么多故障 我们通上电的来 测一下啊 我测一下电压 开机 好 现在这个电压稳定到225V 就不上升了 好 我们稍微等会儿看它一包包紧 当然是250GV 现在电压稳定 包紧的情况呢 也没有出现了 那么这个逆变器呢 就已经维修完成